好让人间走出道 充满温暖 全球爆发新冠疫情第二年 台湾也迎来了第一个三级警戒的夏天 蜿蜒的山径是通往上帝部落的唯一道路 往年游客如知如今车辆奚落 山城聚落仿如定格 新冠病毒的威胁不分地域 黄论城乡 范直路在警戒降为第二集的第一个周末 因为一则讯息来到山上 前两年因为旱灾的关系 所以导致水蜜桃没有生长 好不容易今年的果实产量很多 大家都寄望可以有一个好的收成 没想到却碰到这个疫情 导致现在农民都很担心游客进不来 我们的水蜜桃销不出去 范直水蜜桃 范直水蜜桃 他们就是一年就是靠这个种水蜜桃 然后剩一个月产收期 然后把水蜜桃销出去 他们范直销水蜜桃平常都是靠这些游客 自己来自产 让他们有一些经济上收益 这一次疫情所以他们都很平衡 我是看到了想说那我们又来走一走 顺便帮他们销一下 水蜜桃是尖石箱重要的经济作物 每年5月到7月盛产 台湾三级警戒从5月中持续到7月26号 连最后一批熟成欲滴的水蜜桃 都等不到游客前来 是因为有所感じ的 最后一批熟成欲滴的水蜜桃 就吸引了四驱骰 就在乎安静观的水蜜桃 那中国多数路牧场 然后我们到后面就收集一下 然后我们到后面就抽红 最后面就做了 应该优优志 河岛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 迫使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破天荒不到十个月 就推出全球第一支疫苗 组断病毒 医护一肩扛起 接到球员 慈激没有犹豫 本会有给我们一个原则 70岁以下的志工 有施打过疫苗 家人同意 家人之情同意 然后自己身心健康 就可以来付出 喝满回子 喝满回子 做志工喝满回子 对不对 无论是号称做好事 不能少我一个的三人组 还是手汗干了又湿的邱不美 听见需要都来帮忙 来那么多场 今天是第二次游冷气吹 后面就拿酒精喷消毒 乙滋那些也做过 那你今天请 不是要记得多喝水 把汤都喝水 大家都知道我们医院来支持这个点 可是我们院内还是都是正常运作的 我们的门急诊病房运作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来现场 帮忙的人力比较有限 那有这么多 众多的慈激志工 人数比我们工作人员还要多啊 这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疫情当前难分你我 一个多月来 邱富美支援了将近十场 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荣民医院来 那是卫生所来 卫生所的人员更少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来的人员要多 我说那好啊 那反正我下午有空 我下午就来这样子 上午呢 2021年7月27号 台湾发布新冠疫情三级警戒 第74天 实际做环保三十年了 这三十年来环保制度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好天气快天气都出门 但是突然有一天不能出门 而且不止一天 不是一个礼拜 不是一个月 不是两个月 是两个多月不能出门 其实啊 他就看电视了 看到全部人家 然后把我们家说 我很难过 很难过 在家里好无聊啊 没事做就无聊啊 现在是看来看自己的 几乎都是一样 妈的都 我说 我可以去了吗 我说我在家 我为老人吃饭 他说 那你自己要注意一点 对吧 我说好啦 哦 赶快 给脱了 好不容易熬过三级 我想今天无论如何 环保站一定会开满 一定会有人来做吃锅 今天是开中的第一天 实际足蹬环保站 今天实际来的 环保复工 将近20位 他说被关了两个月 然后今天第一天开工 等于是说 好像回到家的道 薛富才 常年记录慈祭历史 迫不及待 要留下 世纪疫情下的这一刻 一旁拿麦克风的 其实也是环保职工 等待了两个月 降级第一天 一下班就来帮忙 早上大夜 我在科学院区上班 晚上7点20 到早上7点20 下班我回到家 准备东西就过来 因为使命 廖玉玲 连上12小时大夜班后 依然精神异异 然而更多人 等不及完全解封就来 因为这儿有难以取代的价值与温暖 从来这里 对 在这里还有一些人开工 那自然现在是要 信心都没有那么多 在这里没有人开工 没有啊 这村子作为工程 我才說可以用賴啊 為什麼一定要來這裡 賴要錢 要錢 是呢 有沒有聽到 賴要錢 眼睛會看壞掉 來這邊有彩蛋也放 一星期才錢就配好了 還補助 一三五啦 幾個人就像同班同學 你一言我一語 在家雖然也有兒孫關心 但生活各自忙碌 往往只剩電視聲音陪伴 電視在播 我每天就看電視 就看得慌張 熊熊休兩個月 真的快會吃單 就是好像很焦慮 不知道要怎麼辦 要來這邊很快樂 看到大家都很高興 所以其實汗流滿面啊 也乾燕 黃金啊 同樣做環保的另一位老菩薩 就因為七十多天沒出來 幾乎已經踏不出家門 她已經八十幾歲了 她說我來這裡 這個心情很快樂 她說現在拿給我的 我就慘了 真的慘了 昨天她聽說要來接病床 我說啊哪有那麼嚴重 真的在家裡會悶出病人 老人家最心想就是給爸我 爸有人講話 好 新冠疫情三級警戒 政府規定集會活動 室內五人 戶外十人為限 全台慈激環保站 小心再小心 貼出暫停對外活動公告 在門口貼著 疫情期間不能回收 你們的東西直接上回收車 可是人家還是照常再來 照常擺門口啦 它不會擺在紙張的前面 它就擺在你家門口 疫情期間垃圾爆量 資源回收很難因為貼出公告 拉上鐵門就停格了 所以我們兩個就討論說 那我們還是每天早上 過去環保站看一看 外面有什麼回收物 我們要把它拿到環保站裡面去放 最起碼一個環保站的門口 就不會好像一個垃圾場 所以我們就是還是每天去 把那些東西搬進來 搬進來的時候想想也不對啊 這東西一直搬進來裡面 裡面變成裡面一堆 沒有消耗掉也不行啊 對不對 那我們也是想說那怎麼辦呢 從1990年 用股掌的雙手做環保開始 慈濟環保站深耕社區回收工作 早已成為許多人 賴以延續務命的地方 我們整個慈濟的環保回收 突然停止運作了以後 造成他們慈濟隊很大的負荷 因為所有的都變成慈濟隊 他們每天固定出去 載的時候他們也是反應 哇你們出去沒有回收 我們量突然多了啊 他們也在反應這個事情 一代代被棄制的物品 是人類榨取大地資源後的良心 也是疾待教育的名證 一雙雙重複不停的手 是現代社會安全網的聯繫 也訴說著人與人之間 真實聯繫的渴望 我覺得對老菩薩是一個 心靈寄託的地方 他認為說哪一天 他沒有來了心很空 剛開始的時候 那有兩個老菩薩 菩薩教拜的 他就講說 就算沒有坐啦 他騎著那個四輪車來這樣 繞一圈 他就很開心 他說最起碼 我有踩進這裡來 這樣 我說啊你來要做什麼 不然來這裡看花也好 然後我就回去 沒有坐喔 沒有 他就回去了 防毒病毒無孔不入 意外的讓人類社會 對互助互愛的渴望 無所遁形 會蠻掙扎的啦 因為想說一些老菩薩沒有出來 整天窩在家裡 坐在那裡就想睡覺 睡了就是被電視看 在疫情趨緩 安全第一的前提下 逐東環保戰 採一三五二四六分流 每批不超過十人 各來半天 我想自己做好防護就好 OK然後大家就是保持盡力 口罩一定要戴 勤洗手 我們都不去做的話 真的是每天 然後我們貼再大的標籤 都沒有用 每天就是有人丟 我們不要做 那誰來做 邱富美和范直路 三年前才搬回逐東 其實兩人在這裡相戀結婚 邱富美原以為才華洋溢的范直路 能帶給她滿滿幸福 誰知道 還來不及度蜜月 幸福就被吃喝嫖賭插了隊 她曾經真的很肥蜜 卻一屁股在 還是我幫她看 就年少輕狂吃喝嫖賭 尤其在賭上面 其實在民國七十幾年八十幾年 九十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什麼大家樂 六合彩 當一個人沒有錢的時候 唯一想的念頭就是 一夜致富 就是越玩越大 越欠越多 越輸越多這樣 草也沒用啊 輸都輸掉了 人家會來要賬 我們就要寄她欠多少賬這樣子 然後要怎麼還 邱富美不吵鬧 低下頭拼命裁縫還賭債 一般人早就不知道離婚離掉 人家也勸我 我說賭博總是有輸有贏嘛 那我現在輸了就要輸到賭 我才會甘怨 她其實不服輸 也沒放棄 舉家搬到土城重新開始 但考驗還沒完 范直路在少年關護所 規律工作之餘 又開始昔日的惡習 邱富美因為兒子 參加了大愛媽媽 在志工邀約下 一場慈濟歲末祝福的演繹 重拾她們幸福的契機 和人不醉 和人不醉和人不欠 和人不欠 歸奔長意 就那一場剛好也是北淚的故事 剛好她有點類似她的人生 這樣子 她就說她要去簽那個志工行列 然後就開始走那個環保 志同道合的法親 逐漸取代飲酒作樂的朋友 邱富美晚三年受政 但其實都陪在她左右 我本來還不想培訓 她說我都已經進來了 你不陪 我說你陪就好 你已經改好就好 怎麼可以對不對 我都進來做慈濟人 你當然要旁邊跟著她 跟你一起來 對不對 大家一起做慈濟 才會做得罰喜 我就告訴她 你一定要進來 你不可以不進來 從此 做事情分詮密的泛之路 加上帶人真誠溫暖的邱富美 成了志工眼裡 不可多得的環保轄路 停車問題 我就在旁邊這邊規劃 讓他們停車全部集中放在這邊 搭一個體體 讓它遮影 然後剛好我們那個腹劑平台 要在途中成立一個點 所以我想說那要放病床 輪椅什麼東西 沒有地方放 那我就說乾脆又把它 合成兩層 合成兩層以後 我們的腹劑 就可以放到這上面 夫妻倆早已把環保站當家 巧思規劃難不倒泛之路 疫情下 情禮法如何兼顧 讓它陷入兩難 有時候那個輝仲打電話來說 我們也聽了也是不死啊 他今天會想要我們的病床輪椅 什麼之類的 他一定是急著 都要出院了 現在病床沒有著落 我們聽了也是想說 唉怎麼辦呢 人家這麼急迫的需要 那我們可以做 又沒有做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 好像很難過 很不捨 所以我們還是想盡辦法去配合 除非昨日這邊長照 那一段時間 經常有這個確診的案例 所以我們也是在擔心啊 因此 范直路想出零接觸的變通方式 把輔具送到家門口 人不接觸 由岸家自己取貨 而一降二級 平台上 也立刻傳出病床的需求 我想不到 我晚上才鐵哥 那一早就有人打電話 怎麼這麼快 對 謝謝 謝謝 OK 我現在幫你固定好了 好 謝謝 感恩點 好 謝謝你 有什麼問題你再跟你們聯繫 謝謝 好 謝謝 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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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們健康 拜拜 下午時間如果沒有送輔具沒有做環保的話空的時間我就跑來這邊玩啊 有時候 有時候 流了一身汗 然後玩這些泥巴什麼東西 屋於橫山 游羅西畔的有機農場 是范直路 清淨自然的生活實踐 也是愛護妻子的最佳展現 我們在台北 我們在台北還沒有回來的時候 因為它糖尿病 芭樂 番茄 這個比較沒有糖分 對糖尿病的人吃這種酥果會比較好 那時候我就回來鄉下我就種了一顆 然後陸陸續續種了很多就對了 都是芭樂 這個 這個 那一顆是紅心的那一顆剛才 邱富美用慈濟的法與命運對讀 迎回了一個好丈夫 但他們不只沉浸在小我的姓祖裡 平常我都是拿到環保杖跟人家結緣啊 還有多餘的 我就拿到那個 主動來有一家素食的那個推廣的 這個啊 這個就是龍西菜 有沒有龍西菜 我都是採它一心三頁 邱富美回憶 范直路受症後 一句我們就吃素吧 滿冰箱的雞鴨魚肉通通送人 從此兩人更加親安自在 面對疫情沒有惶惶不安 警戒一降級 跑了一趟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尖石箱 來不及幫上果農的忙 讓他們有些遺憾 剛好碰到有緣人告訴我們說 我們就不會再往深山裡面再跑雞湯 進去還滿遠的 另外像我們現在自己很生氣 種這些蔬菜水果 我們自己知道 你蔬菜熟了你不採收就沒用了 大地反撲 疫情讓許多人生活更加困難 夫妻倆很有感 這還是曬上 對 太陽太大 相當就是太陽太大曬上 然後現在如果疫情再延續下去 環保戰沒有開放 沒有辦法讓他們來做環保 我會覺得會有很多的 在身心方面 會有嚴重的那種落差的事情 會造成一種 來講說社會問題 這是在環保戰裡面看得到的 原本幾乎踏不出家門的老菩薩 也在邱富美的鼓勵下回來了 那他那天就兒子帶著過來 他在這邊做習很正常 所以他來這邊就有笑臉就對了 他兒子媳婦來就說 在家都苦瓜臉這樣子 那第一天我陪他回去他就很開心 因為我拿了一支小雨傘 因為那很熱 我就拿小雨傘這樣 兩個人走著回去 我抱著他這樣回去 因為他很瘦很小這樣 他就講說是這個 因為你對我這麼好 我謝謝你 我說不客氣 就是兩個這樣抱著回去 他一個拐杖這樣子 就慢慢抱著他走回去 結果他們那個警衛就講說 你是他的誰 我說我是他女兒 互助的刹那 緩解了世紀疫情下的苦難不安 七十多天的不變與承受 讓許多人感受到 慈激環保戰的重要 如果與病毒共處 終將成為常態 敬天 暗地 關照他人 或許是隨時可能被凍結的世界裡 保有一絲溫暖 讓你我共好的良方 九點半了你們都不休息 雖然我這樣三吹四吹 休息一下啦 美女 快點喔 快點喔 快點起這個工作的機會 對 難得 難得這樣子 修行了兩個月才跑回來